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比分三比零横扫 晋级四强 在经历封闭集训之后 孙颖莎再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之后 给球迷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那就是他的正手进攻把握性更高 能否面对早田希娜打出自己行云流水的正手进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场比赛的走势 不过在第一局开打之后 孙颖莎明显不在最佳的状态 开局阶段的连续失误 让早田希娜很快就建立起了三比零的领先 不过在孙颖莎找到感觉之后 通过空短之后接正手的连续进攻 很快就回进了早田希娜一波五比零 以五比三夺回了主动权 深知自己在大开大合对攻 完全占不到优势的早田希娜 开始改变自己的策略 更多和孙颖莎到台内的小球 并且靠着台内球的线路和落点变化 顽强将比分追到了五平 随后二人进入到了僵持站 交替领先 一直敖战至了十一平 关键时刻进攻能力 更强的孙颖莎 连得二分 以十三比十一取得了本场比赛的开门红 第二局比赛开局阶段 孙颖莎略显着急 急于想要快速得分压制住早田希娜 这直接造成了她的无谓失误较多 几次平时非常有把握的正手拉掉都没有能够上台 这也给了早田希娜机会 比赛开始之后 一直紧咬比分和孙颖莎打到了六平 关键时刻 小魔王及时冷静了下来 更多将比赛拖入自己更加擅长的多拍拉掉当中 这一明智的策略 也让她很快取得领先 并且以十一比八获胜 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没有退路的早田希娜 在第三局比赛 明显增加了自己的主动搏杀 开局之后 再一次取得了三比一的领先 不过连续两局在开局不利情况下 完成逆转的孙颖莎 显得自信心非常足 稳扎稳打 很快就将比分追到了三平 并且在五平之后开始发威 很快拉开比分 最终以十一比六锁定了胜局 在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 孙颖莎顺利闯入到了女单四强 而她的对手则是自己的双打搭档王曼玉 后者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一场中日对决 王曼玉和伊藤美城苦战五局最终显胜对手 成功和孙颖莎会师也帮助国拼提前锁定了一个女单决赛的名额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